重揭今生善果,为现世造福,为来生结缘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语,我是厚普。 喜欢,请您关注我们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。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,十二生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, 被认为握有助推我们财富、事业、健康和爱情的力量。 然而,在所有的生肖里,有五大生肖被尤为看好, 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如鱼得水,过上难得的上上等生活, 如果夫妻中有一方是这五大生肖出生的,那么就十分地有福气。 这五大生肖的子女都是上等命,一生受到星辰的庇护, 大富大贵,事业风生水起,为人处事趋利避害, 不仅财富良多,而且深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。 期盼您的生肖能在其中,那么财富与吉祥将滚滚而来, 只需伸手便可接财。 生肖蛇被认为是属相中的吉祥之一, 传说中蛇是一种灵动而神秘的动物, 它象征着智慧、机智和灵感, 因此按照传统的观念, 生肖蛇的人一生大富大贵的可能性较高。 首先,生肖蛇的人具有很高的智商和敏锐的洞察力, 他们能够迅速抓住机会,做出正确的决策, 他们善于思考和分析问题, 并且乐于接受新的挑战。 这种智慧和敏锐的思维能力会使他们在商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。 其次,生肖蛇的人通常勤奋努力, 不怕辛苦,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, 并且会为之努力奋斗, 他们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有责任感, 不轻易放弃,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和毅力, 他们才能一步步积累财富并取得成功。 另外,生肖蛇的人通常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, 他们有一种独特的洞察力, 能够发现市场中的潜在机会并加以利用。 他们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, 能够抓住时机做出正确的决策, 这种能力使他们在商业上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。 此外,生肖蛇的人通常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, 他们善于与人交往, 懂得如何与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, 他们能够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目标, 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机会。 这种优秀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, 使他们在商业上能够获得更大的认可和成功。 最后,生肖蛇的人通常有很高的自信心和决断力, 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, 并且有勇气冒险和尝试新事物, 他们敢于面对挑战, 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成功, 正是这种自信心和决断力, 使他们在商业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取得成功。 总的来说, 生肖蛇的人一辈子大富大贵的机会较高, 他们具有智慧、敏锐的洞察力、 勤奋努力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、 高度的自信心和决断力等优势。 因此,如果他们能够善用这些优势, 并结合自身的努力和机会, 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,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 生肖羊是中国农历中的十二生肖之一, 具有温和、善良和顾佳的特点。 生肖羊的人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幸福和富足的象征。 首先,生肖羊的人通常具有极高的智慧和聪明才智, 他们天生具备了很高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, 在各个领域都能有所斩获。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创业中, 生肖羊的人都能发挥出他们的才华和能力, 迅速取得成功, 比如他们可以发现市场上的机会, 把握时机, 从而使自己的生意蒸蒸日上。 他们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,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服务, 从而赢得市场。 其次,生肖羊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也非常出色, 他们通常非常善良和宽容, 对待他人从不抱有偏见, 而是一直以来以友善和礼貌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。 正是由于他们与人为善的特点, 生肖羊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人气和朋友支持。 在商业和社交场合中, 他们往往能够通过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, 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, 因此生肖羊的人在创业和事业上非常容易取得成功, 进而获得财富和荣耀。 最后,生肖羊的人注重家庭和传统价值观, 他们非常注重家庭的和睦和亲情, 在家庭中通常是孝顺和体贴的人,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财富和资源来支持家庭成员, 并确保家庭幸福和富足。 生肖羊的人也非常尊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,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传承和继承这些传统, 并用于日常生活和事业发展中。 总的来说, 生肖羊的人一辈子大富大贵并非偶然,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, 充分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, 取得事业上的成功, 从而赚取大量的财富。 与此同时, 他们凭借善良和宽容的品质赢得了他人的信任和支持, 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非常得心应手。 此外, 他们注重家庭和传统文化, 通过传承和继承这些价值观, 使自己和家人都过上富足而幸福的生活。 因此, 生肖羊的人确实有可能一辈子大富大贵。 在十二生肖中, 猴被认为是机智灵活, 聪明过人的动物。 生肖猴的人一辈子都有着大富大贵的前景, 这是因为猴子的聪明才智使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展现出色的才华。 首先, 生肖猴的人通常具有与众不同的智慧, 他们善于观察和分析问题, 能够迅速找到最佳解决方案。 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职场上, 他们都能展现出色的创造力和领导力, 正是这种超凡的智慧, 使他们在不断创新和变革的现代社会中脱颖而出, 从而享受到财富和名声的回报。 其次, 生肖猴的人通常具有勤奋和努力的品质, 他们明白只有通过勤奋工作和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,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, 而是会坚持不懈地追求成功, 这种努力工作与聪明才智的结合有助于他们取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功, 从而获得财富和荣耀。 此外, 生肖猴的人通常有着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, 他们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, 能够灵活地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, 这使他们在职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, 并且得到他人的信任和支持。 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协同努力, 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, 从而实现财富和名声的双重收获。 生肖猴的人还具有创业和投资的天赋, 他们敏锐地洞察市场的变化, 能够抓住商机, 从而迅速积累财富, 他们善于冒险和创新, 敢于尝试不同的方式和方法, 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在商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, 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 总之, 生肖猴的人一生中大富大贵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, 他们凭借着聪明才智, 勤奋努力和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, 能够在事业和财富上实现巨大突破。 而我们也应该明白, 成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, 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坚持。 只有在经历了一番艰辛的奋斗之后, 才能真正享受到大富大贵所带来的幸福和满足感。 生肖鼠是十二生肖中的第一位, 代表着智慧、灵活和机智。 首先, 生肖鼠的人天生机智聪明, 善于思考和解决问题, 他们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, 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, 这使得他们在职场上往往能够迅速展露头角, 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 其次, 生肖鼠的人懂得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, 他们对市场和商业的变化有着敏锐的嗅觉, 能够遇见到潜在的商机并勇于探索。 他们对创业充满热情, 具备冒险精神, 这使得他们在商业领域中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。 此外, 生肖鼠的人也非常节俭和理财能力强, 他们懂得存钱和理财, 能够合理规划和管理财务, 这使得他们在财富的积累上有着独特的优势, 他们不会过于浪费, 善于寻找物美价廉的商品, 能够做到在有限的资源下获得最大的效益。 生肖鼠的人还非常勤奋和努力工作, 他们对自己的事业非常有责任感, 会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, 他们乐于助人, 善于与人合作, 这使得他们在团队工作中有着很好的协调能力, 同时他们也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提升, 努力追求更高的目标。 最后, 生肖鼠的人还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领导才能, 他们善于与人交往, 能够凭借自己的魅力和智慧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 他们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, 能够激励团队成员, 并带领他们一起取得成功。 生肖鼠的人一辈子大富大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, 他们拥有机智聪明的头脑, 懂得抓住机遇, 具备优秀的理财能力, 勤奋努力工作, 同时还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领导能力, 这些优势使得他们在事业和财富积累方面有着很好的前景, 当然这也需要他们不断地努力和学习, 保持谦虚和进取的心态。 生肖牛的人通常勤劳踏实, 具有坚毅的个性和强烈的事业心, 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毅力, 往往能够在一生中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, 实现财富的积累。 首先, 生肖牛的人习惯于脚踏实地的工作, 他们相信坚持不懈的努力是成功的关键, 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中, 他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追求自己的目标, 并且不懈地努力。 这种踏实的工作态度, 使他们能够在职场中取得很好的成绩, 赢得上司和同事的认可。 其次, 生肖牛的人往往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计划, 他们懂得制定合理的目标, 并且制定详细的计划来实现这些目标。 他们善于分析问题, 有较强的决策能力,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 他们能够冷静分析, 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这种目标导向的思维使得他们能够更加高效地工作, 从而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。 此外, 生肖牛的人具有较高的责任感和执行力, 他们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和压力, 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。 他们不怕辛苦, 有强烈的自我驱动力和自律性, 同时他们也能够很好地与他人合作, 具备团队精神。 这种责任感和执行力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成就, 为他们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最后, 生肖牛的人对财富有很高的追求欲望, 他们懂得理财和投资, 能够合理规划自己的财务, 把钱增值, 他们理解财富的重要性, 并且有能力积累财富, 他们勇于承担风险, 有时也会进行一些投资和创业, 在经济环境较好的时候, 他们能够抓住机会, 在投资上取得不错的回报。 总之, 生肖牛的人以他是勤劳和坚毅的品质, 加上明确的目标和计划, 高的责任感和执行力, 以及对财富的追求, 往往能够在一生中, 取得大富大贵的成就, 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, 创造出丰富的财富, 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 我由衷希望大家因此而获得福责, 财富和幸福, 愿众人的前途无量, 道路平顺且充满光辉, 让我们一同祈愿福星相随, 财源滚滚, 不断涌入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对本期内容感到满意, 请给我一个点赞, 也欢迎将这份积极的能量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, 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的频道, 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, 期待下期再与大家见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我的频道